要關心幫無心改的情形 這個路動一年一樣 因為取消受到疫情的影響 路動部公佈最新的統計所需 實施兼頒效忠 就是幫無心改的企業 到掌位置已經超過三萬人 達到三萬控五百控五的 其中最參就是這組業 這我們是不夠 主要原因是什麼 收入各個方向的效應 外消為主的化學工業 金色基電工業頂頂頂 都沒聽到 以前黨財區專告這組業 像說大方的餐飲業 包括理行業 因為國來疫情有比較好 減頒效果的人所相對就減少 吃好了去遊樂橫勝 也正改善後 飯店餐飲業 越行業 已經起路有回溫 但是這組業的完工 就沒那麼行為 路動部24號公佈說 最新的企業減頒效忠人所 有夠新冠紀錄 無心改的人所來到三萬五百控五人 這組業最慘 來到一萬六千控四十七人 其中降半因素 最多就是化學工業 這禮拜增加最多是金色基電工業 外銷的產業 它就沒有訂單 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當然它就缺少訂單 業務就減縮 那國外訂單就是要靠美國啦 中國大陸 這兩個是我們最主要的市場 那如果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國家 它的景氣沒有回溫回來 一直受到疫情的影響 路動部衝電客出發的 訓練價位也修正 原本接受訓練的頂帖 範圍是在減身的差額裡面 但是放寬之後 可是原本是領工資 兩萬三千八百塊 加上訓練的頂帖 最多可以領一萬八千九百六十塊 無心改的勞工 可以拿到四萬兩千七百六十塊 希望這樣可以讓有很多影響 降到最多